由煎萝卜糕煎到表皮酥脆 加点黄金泡菜更有味 但点餐之前先看看店家公告 80年次之前也就是32岁以上 请勿称工作人员为阿姨 避免影响出餐品质 网友说看到女性一律叫美女 傻子才叫阿姨 叫声姐姐好听多了 说不定餐点还能加倍 眼前这位58岁店员老早当了阿嬷 被叫阿姨她本人很坦然 原来公告都是老板刻意设计 没想到还有80多岁老阿婆 看到气扑扑 台中这间饭团店 老板娘更是直接挂起红布条 国小以上不准叫阿姨 另外中校夜市艺人牛奶 老板个性更独特 不准叫阿贝 更不准你问东问西 他跟你讲说你才能点 然后你不能叫他阿贝 超有个性塑造个人风格 虽然让不少顾客因此却步 但也吸引铁粉上门 就爱这一味 解中部综合报导